佛说,不,孩子,他们属于你走过的旅途,财富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,要想在这社会上立足,就得有多多的钱财,没有人会和钱过不去, 有些人不仅能挣住喜人的正财,还能在不经意兼获得大量的偏财,正财偏财加起来将远超千万。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未来三年横财降临,身价破千万的三大生肖都有谁吧? 1.生肖蛇,在折服了数年后的鼠蛇人,可谓是历经了人情的冷暖, 最近今年成长得特别迅速,而正应了那句话,有耕耘就有所收获,所以未来三年就将是他们的丰收季。 因其福德公有天德吉星助手,采伯公又有陆村吉星坐镇,接下来蜀蛇人能够的众多贵人的相助, 无论仕途还是事业都会有突飞猛进的变化,一方面有望声明确即, 功成名就,另一方面裁员亨通,存款过千万只是时间的问题。 2.生肖鼠,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碎破运势之后, 鼠鼠人终于是触底反弹,苦尽填来,并且叙事待发, 重新振作起来迎接好运的到来。 因其命功有地解吉星的入局,采伯公又与天才加持, 接下来的三年运势可谓是红运当头,横财就手, 不仅值场上能被伯乐发掘,地位逐步提高, 而且财运方面收益巨大,非常有机会身价暴涨, 存款过千万是唾手可得。 3.生肖鼠,属虎的朋友在经历了数年的平淡运势之后, 终于又将回到舞台的中央,迎接自己大运的到来。 尤其是未来的三年之中,因其命功有路神的大驾光临, 田宅公又有龙的助手,接下来可谓是运高采望,不可同日而语。 不仅是夜发展一帆风顺,出入平安,家庭幸福, 而且不动产方面的收益可观,容易已小不大, 赚得盆满钵满,存款过千万不在花家。 4.生肖龙,生肖鼠龙之人今年运势开始转折, 迎来大富大贵的未来。 属龙人五行属土,性格稳重敦厚, 坐视他是努力,靠住不断地学习进步, 未来在职场上可以大展身手。 今年开始属龙人运走笔尖帮身之运, 实力增长迅猛,福禄启发, 裁员广进,特别是后年起连续两年都是财星大望之年, 如能现在好好努力,未来三年存款千万轻松实现。 5.生肖鸡,生肖鼠鸡的朋友今年比较被动, 多动荡不安,职场也得不到保障, 会措施很多的发展机会。 好在鼠鸡人很快就能够实来运转, 本月贵人协助,实力会持续增长, 特别是4月开始,随着印星的入命, 职场深受领导器中,提携助力, 使自己运势出现强劲的上升。 以后连续两年也是时商生财, 横财看涨,是叶财富双喜临头。 6.生肖猪,生肖鼠猪的朋友深得贵人之助, 一生总能逢凶化吉,运势出奇的好。 鼠猪人虽然看似散漫, 没有什么上进心, 实则不然, 每个鼠猪人都是经营高手, 他们善于发现机遇, 在职场能够顺势而为, 不会抢求不可达成的目标。 鼠猪人今年关心户彩, 虽然压力重重, 但存款会很快地增长。 以后两年更是货比肩助力, 腰包会越来越股。 曾经考察过一位名人的别墅, 其地下是被装潢的金币辉煌, 干嘛用呢? 呵呵, 一是女主人摆放及摆霜漂亮的鞋子, 二是积百套豪华的衣服, 还有大块场地是公鸡宝贝, 孩子玩耍用。 哎, 难怪这位名人自打住进这别墅以来, 就没有什么好运过。 建议, 长期住在地下室的朋友赶紧搬住, 早日见到阳光, 好运会回到你身边的。 二, 白虎压过青龙的房子, 一些房子的右边是很高的楼, 或者是很高的高压塔, 烟囱甚至是过街天桥, 对于一, 二层住宅来说, 而左边则相应楼房低矮。 那么,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, 你就会真正感受到风水的威力了。 或许你会健康不佳, 或许你财运不开, 或许你是夜不顺甚至官司缠身。 总而言之, 很大原因与风水有关, 建议, 假如已经住在了这样的房子里, 建议应当立即进行化解, 最主要的是请镇宅及项物, 比如泰山时赶当或者龙升九子中的椅子。 三, 卫生间与厨房门对门, 不知为何, 开发商经长江房子建成卫生间与厨房门对门的格式。 这种让上水直接通下水的格局, 应验了那句话, 酒肉穿肠过, 财富留不住, 明显是越过越穷的风水。 建议, 这样的房子主人赶紧改厨房或者卫生间的门, 假如无奈不能改, 那么至少在厨房门上挂平安亭或者中国街, 在卫生间门上挂门帘或摆放铜马等。 四, 大门对窗, 假如是自家大门一开, 就能望见窗户, 那漏菜格式已经诞生。 许多所谓的南北通透的高层板楼都是这种格局。 建议, 最好的方法是在大门那座玄关, 把这越过越穷的屋宅风水改了。 五, 大门只对别家门, 很多住宅的大门都是两两相对, 即使这家大门与另一家大门相对。 如此, 越过越穷的屋宅风水很可能就产生了。 如果对门那家的气场, 属相, 五行等恰好于你家的气场, 属相, 五行相克, 那么倒霉的肯定是你了。 对门要充分利用大门外的场所, 在大门外摆放鞋架, 杂物, 那么更有可能因此对你的房子形成凶煞, 你能走好运才怪呢。 假如对方明白这个道理, 不经意尖将一面八卦净挂在门上, 直对你房子, 那么, 后果也就不用多说了。 建议, 房子有这种格局的朋友, 需要在自家门框上挂中裹结, 同时在门内坐玄关或挂门帘位移。 风水关护人的运势, 包含工作财气, 情感婚姻, 健康安全等等, 许多兄弟在好奇的状况下随身附和, 风水上的工作有许多机会, 比如以下的几种住所会让你的命运全无。 大门直对别人家, 现在许多住所的大门都是门对门的, 假设自家的大门与另一家大门相对, 对门内家的气场, 属将, 五行等恰好与自家的气场, 属将, 五行相克, 那么倒霉的肯定是自个。 假设房子有这种格式的兄弟, 主张在自家门框上挂中裹结, 一起在门内坐玄关或挂门帘, 大门对住窗户, 假设推开大门就看到窗户, 那魔就形成了穿堂上。 穿堂会形成宅内气场迅速活动即不安稳, 也无法起到敛财的效果, 有多少财都会流失掉, 只会让你越住越穷。 厨房与为生间门对住门, 现代住所中为了规划的便利及节约空间, 不少家庭都会将厨房及厕所相连在一起, 收支厕所时先经厨房, 然后再到厕所, 这在风水学上是不急的, 会引致一家人的身体多急。 这魔的房子, 主人赶忙改厨房或许位生间的门, 假设不能改, 可在卫生间门上挂上门帘。 白虎压过青龙的房子, 左青龙, 右白虎, 自家右边的房子高于自个家的房子, 那么住在这魔的房子里, 你就会真实感受到风水的威力了。 不光影响家人的身体健康, 可能会致使破财的状况。 常识刻住地下室, 地下室的环境昏暗潮湿, 中年没有太阳光照。